好久了 妳是誰啊 食材公罵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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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下來要帶你去的是 口尼雞娃不知道你要是 是你好 有很多韓式料理 很多韓式料理 你不講的韓式料理 你是 你… 算了 口尼雞娃走我們去看嘛 好 我們去看 氣死我了 就跟你講韓式料理 小胖 你看 韓式料理有說沒錯嗎 你看這裡也有傻心名跟蘇喜啊 我也沒有說錯啊 好啦 那和好吧 我們馬上就摸到老闆娘 老闆娘 我們先照一下 老闆娘 妳好 老闆娘 妳好 老闆娘 妳好 我想要問一下 為什麼會有日式料理 又有韓式料理啊 是啊 我們本來是做韓式料理起家 二十年前 是覺得韓式料理缺少一些海鮮 比較 因為它是重口味 那我們需要一些 清淡淡口味的東西 就覺得日式料理 它搭配日式料理 是有創新的做法 覺得日式料理跟韓式料理 綜合起來韓不錯 還不只剛好說到韓式料理 對 老闆娘 這個是什麼 這是煎餅嗎 這道菜叫 海鮮煎餅 海鮮煎餅 對 韓式海鮮煎餅 它很酥酥脆脆的 裡面是一口咬下去 軟軟的 還有很有蔥的感覺 還有海鮮的感覺 我聽到烤烤烤的聲音 這個是外酥內容 很棒 而且我吃下去的時候 就真的會有一種 讓我想要喝啤酒 就是有那個感覺 就是剛剛老闆娘有說嘛 美食要配美酒 對啊 好吃啊 那整個小卷跟蔥花的味道很搭 對啊 真餅是美洲必點的菜 好 那再來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面前這個 這是烤肉嗎 這是韓國最經典的烤肉 烤年小孩 對 松阪豬是我們後來覺得 要吃好一點的豬肉 就是吃台灣的松阪豬肉 這個是我們在 我們一個中央烤區烤好出來 所以你們身上都不會有黏味 太好吃了 它的肉很嫩 然後再加上 它上面撒滿芝麻 所以你在咬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芝麻的香氣都會出來 再配上那個辣醬 那個辣醬汁一點點微辣 把它提味而已 不會太辣 所以你咬下去 我們充分感覺到 這一口牛肉多好吃 那再來呢 在我們面前還有這個 一大鍋的這個是 人生雞 我們是用六年人生去熬煮的 人生雞湯 台灣本地的雞 台灣本地雞其實是很棒的 它肉質也很美 然後我們的就是加入紅棗 加入枸杞 然後最主要是雞本身裡面 要塞糯米給大蒜 然後它就煮大概兩個半小時 然後再燜個四十五分鐘 那整個精華都在這鍋湯裡面 真的 真的你可以看到 它已經煮到那個肉都已經爛掉 所以它的那個糯米全部都跑出來了 我覺得這一鍋真的超適合在冬天吃耶 冬天吃上是暖呼呼的一鍋 喔 不得了 那湯真的不得了 因為它的那個糯米其實已經都爆出來 然後煮到它這個湯裡面 其實都已經有那個 糯米的那個澱粉都出來了 那你知道通常澱粉都會有一點甜味 所以它在湯的那個原本很清澈的湯裡面 就會增加那個澱粉的濃郁的甜度 然後再加上枸杞跟紅棗的那個甜味 而且它連那個雞肉的香氣都進去了 我要試一下它的雞肉 好嫩嫩 那個纖維吃起來剛剛好好吃 然後就剛好它的湯頭又吸進去了 所以你咬下去每一口雞肉 都可以咬到那個湯頭的味道 其實我聽我媽說過就是雞湯有沒有 就是要肉不會菜的話要新鮮 好湯的話一定要新鮮 那再來我想要問一下啊 我們面前有好多的小菜 這個也是單吃小黃瓜香小菜 我會放在這個杯子裡嗎 這個是我們來巴飛 我們來韓國蒸入酒用的 很多人喜歡加檸檬 大部分人都加小黃瓜 稍微泡一下 稍微泡一下嗎 大概要泡多久啊 下下就好了 你要喝到後面一點 喝到後面會有那種黃瓜的清爽感出來 對啊 對 因為之前蒸入一般來講 都會覺得它是比較甜的 然後可是因為它搭了小黃瓜 它的那個 我覺得這個夏天喝得好清爽 可以這樣子一杯接一杯 夏天喝很節樂 可以吃到一週的美食 又喝到好久夫婦合群了 對啊 又到底的意思 真的 而且你要吃韓式有韓式 要吃日式有日式 沒錯 趕快來這邊享受一下 也可以順便跟我們美麗的老闆娘乾杯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